好的 我们上一堂课 已经上到就是我们讲到Betton Betton 的印象 我们说它跟Scare 自由 有一些是可以对照来看的 它有一些是不实的 在Scare 里面就是加业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 已经针对向量的加法也做过阐述了 就是一个是加法的部分 两个向量相加的情况 然后另外一种是减法的部分 其实是可以把它当成是加法的一个衍生的部分 那成法的部分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Scare 跟一个Vector 相乘的话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就是说 是相当于这个Vector 把它 怎样加大A费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承报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两个向量 你要去做这个承法的部分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讲说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讲说 两个向量 你做承法的部分 是跟这个Scare 是不太一样的 Scare 的话 你要去做承法 A乘上V 跟A V 我这样子写 或者你平常 你想 A 跟 B 好 一点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向量里面的话呢 你这个就要很小心的 第一点就是说 A bar B 我们把这个叫做bar 它就是一点的意思 那这个呢 它基本上面 它所定义出来的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的 A向量 而B向量 哪个向量 如果夹的夹角是C趟夹 那我说 所谓的A dot B 的意思是什么 是A向量 投影到B向量上面 那这一段 就是A向量的大小 然后Posai C 乘上 B向量 B向量 OK 或者 你把它看成是 你把B向量 投影到 再画一遍好了 那我说 那我说 这个还是将C趟夹 那我可以 视为 把B向量 投影到A向量上面 那 B向量 投影到A向量上面 这个也是B cos 换句话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你把A向量 乘上B向量 投影到A向量的Compole 两个都可以视为 这是A dot B 的经过 那 你会发现的就是说 A dot B 出来的 这个东西是Scale OK 所以 两个向量 经过Dock 以后 它是一个Scale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Scale 或者 直接 就用它的符号 叫做Dock 好 这是 这个向量的 这个 纯量基的部分 那 再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两个向量 好 我们说 这是A dot B 跟这个 纯量的部分 然后呢 你再来看一下 A close D 的话 那 在这个 英文上面的话 是 Close 交叉 好 好 那我们就念成 A close D 那 A close D 的意思 基本上面 同样的是两个向量 A D 两个向量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两个向量 要夹西塔角 我们会发现 A 跟B Close 以后的话呢 你把你的右手 把A 搞到B 然后 你的上拇指 所指的方向 就是 AB Close 的方向 那我们在这边 为了 要画出他的 方向 来的话 就在上面 我们把它 换句话说 这个向量 大拇指这个方向呢 是跟A跟B 同时垂直的 所以 所以 这个是A Close D 的方向 那他的大小 是什么呢 他的大小 跟这边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 他的大小 是等于 A跟B 两个向量 所围起来的 这个面积 那这两个向量 所围起来的面积呢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 来看到他的之后 那我也可以 这个面积怎么求 就是等于 A乘上 比乘高 这个高是多少 是B的 Sine C OK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大小 他的大小就是 A B 的Science C 他的方向呢 我们把这个方向 定义一下 一般我们把它定义成 一个Normal的 N N 这个N N就是你的 右手定辖 所 付与你的 OK 所以 基本上面 你看到了 A C C 出来的结果 是一个Beta 所以我们把 A C 叫做Beta 的方向 那 也可以把它叫做 Cos OK 这是 你看到了 在纯量里面 A乘B跟A大乘B 这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在向量里面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你记得 这个 这两个 向量的箭头 绝对不要 逛季写 有很多同学 他为了偷懒 就把它 你的Line 掉 结果它写成 这样子 那我说这个 是不对的 这个如果你是认为 这个我就认为 它是A乘B OK 好 这是注意的一件事情 在 A乘B是等于A 但是 A cross B 負等于AB 那AB到底是什么 AB其实 是一个Tensor 在这边 我们不再讲它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 这三个东西是不同的 OK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关系的时候 那 后面的印作 印算的时候 你要非常小心的去做 那这三个向量的 一个 两个向量的印算的部分 如果你要把它拆成是 component去印算 那也没问题 那拆成component去印算的时候呢 那就回到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A dot B 的部分 那A 的部分就是 A x i 加 a y 3 加 a y 3 加 a y k OK 那你要去放 B x i 加 b y j 加 b y j 加 b y k OK 那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A dot i 加 b y j 加 b y s i 加 b y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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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蛤? 多少? I 是什么? 这一堂课已经讲过 I 是指甲坐胶系里面 在S 方向的什么? 单位相辖 所以 I 到 I 等于多少? 所以 I 到 J J 到 J 是一样的 然后 K 到 K 是一样的 但是 I 跟 J 到 J 到 J 跟 K 到 J 跟 K 跟 I 到 J 这等于多少? 因为它是夹了 90 度 90 度的话 K 是一样的 所以你把它倒成以后的话 基本上面 这个部分 出来的结果 其实 非常的简单 就相当于是 就是把它的 Component 各别把它相乘 它已经零了 它Bug 它也零 所以就变成 I Bug I Component A X Component 的话 只跟这三项只有这一项保育 AYA 也只有这一项保育 然后 AZ 一样的情况 很简单的情况 就是在 A Dark B 的情况 如果是 A Close B 的部分 你看到一个 一样的你把它翻成 生一个 Component B X I 加 B Y Z 加 B Z OK 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这边 I Close Z 是在有多少 I Close Z 它的方向是 K 方向 所以一样的 Z Close I 的话 就是5K 的方向 让你 Z 推下去的部分 K 方向 I Close I 跟 Z Close Z 跟 K Close K 它都是等于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把它一样一样的 把它 Close 起来的时候 I Close I 是等于 I Close Z 是等于 K Component 所以我把 K Component 寫出来 它的话是 A X B Y 然后 I Close K 是负 Z 的方向 所以负 Z 的 J Component 的部分 是负 Z 方向 A X B Y 負的 再來的話 v 這個 j component 的部分 ax ay cos v x j cos i 是 k component 所以我們可以是 5k component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a y v x j cos j 是等於 0 j cos k 是等於正 i 的方向 a y v z 再來第一下 k cos i 是等於 j component 所以就是 a z v x 然後 k cos j 是等於 i 的 component 所以 a z v x 那在學上面的話 我們是可以用一個 舉證來表示它 把 i z k 它使上 那在 i 的這一項 a x a y v z v x v y v z 我們可以看到 i component 這一項 我們可以看到 i component 這一項 它是 a y v z 它是 a y v z 減掉 b y a z ok ok 沒有問題 好 那再來 j component 貼下 你再把 j r a z j component 貼下 你現在要看 j component j component 貼下 就是 a z v x 那就是相當於 a x v 1 減掉 b x a 1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 matrix 來表示 a close b 的解析 算很簡單 那有沒有問題 好 注意的就是 這一項的部分 小心不用 是 a y 就是 a z b x 減掉 b z a x 它不是這個樣子接 它好像差了一個負號 類似是一個 kofect 這樣一個方法 好 這是我們 針對向量的幾個 一個運作的部分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向量的部分 我們就在這邊 算告一個段落 那接著我們就針對微積分的部分 稍微提一下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